亚洲电视即将走进中东市场 亚洲电视星期五与阿联酋迪拜龙城华侨华人总商会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 在签约仪式上 双方畅谈未来合作前景 将在文化传播 影视制作等多个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其中于日前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办第十七届世界华商大会的 迪拜龙城华侨华人总商会会长经国中在接受亚视新闻访问时 表示期待未来成立亚视中东平台 进一步深化双方的合作关系 我们跟亚视合作 进入中东 发挥中国人在中东的国方面生活 生意 国方面人文交流 夹好中国故事 我们中国的产能输出 加上我们一带一路的在中东开展业务 我们宣传中国的文化 夹好中国故事 为我们中国做更大的文化交流 做贡献 与此同时 亚洲电视执行董事梁伟平也强调 此次合作对亚洲电视进军中东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并将为双方未来的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迪拜作为全球商业和文化的教会点 而龙城商会作为中东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中心 一直以来都是连接亚洲与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桥梁 通过此次合作 我们将充分利用迪拜农城商会这一国际平台 开创更多创新与合作的机遇 亚视与迪拜农城商会还达成共识 双方合作不仅将带动经济增长 还将促进各国和地区之间的互动交流 双方希望借助强大的传播平台 共同迈向更高的国际舞台 亚视中东 正式启航